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眼睛周围的黑色区域与周围的白色脸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浣熊的栖息地必须靠近水源 他们喜欢生活在潮湿的森林地区 当然也可以在农田郊区或者城市地区讨生活 他们是著名的游泳健将攀爬高手 大多成群结队地在一起活动 浣熊的习性是白天休息 晚上觅食 但是近年来由于旅游的开发 游船的游客们会给他定期的投食 所以很多浣熊家族也在每天上午中午的时候 在固定的区域等待游人的出现 能够得到一份免费的早餐 浣熊是聪明的杂食类动物 它们会依时节的不同而选择自己的食物 春天以昆虫为主食 夏天它们会捕鱼并且猎取两棲动物的柚子和鸟蛋 到了秋季它们会选择采摘果实以及坚果 到了冬天它们会选择爬进树洞 来躲避漫长的冬天 可爱的浣熊在城市当中 却是令人头疼的入侵者 它们会在夜晚将垃圾箱翻倒 饱餐一顿之后留下满地的狼藉 从座游船我们向沼泽地的更深处探索 眼前是非常有意思一幕 两只小的短额额 爬在树枝上晒太阳 中间是一只淡定的乌龟 看来乌龟对自己的铠甲是有足够的自信的 眼前我们就来到了短额额的栖息地 这种凶猛的两栖动物是这片大沼泽地 当之无愧的王者 它们主要栖息在淡水沼泽池塘 溪流以及湿地当中 短额额是喜欢学居的动物 它们用嘴和带爪的脚钻凿泥土 用尾巴把稀泥和泥土扫开 它的洞穴可以是河岸土地当中的一个洞或者隧道 也可以是水塘底部的鳄鱼洞 短额额是美国湿地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 被它扫开的稀泥和植被成为了营养丰富的土壤 使新的植物能够茁壮成长起来 而它们挖掘的洞穴可以筑藏水分 为鸟类以及鱼类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 对着栖息地的缩小以及人类的猎杀 短额额的数量也曾急剧下降 在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以及路易三纳等地 短额额的养殖、捕猎与加工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 这些州每年共计生产约4万5千件短额额皮革 这些皮革可以卖很高的价钱 而长6到7尺的皮革每件更是价值300美元 每天上午经常能看到在岸上晒太阳的鳄鱼 这是由于它们是冷血动物 需要靠日照升温使身体各部正常的运转 短蚊额的肉质非常的鲜美 也是美国南方K中复的重要的食材 深受南方人民的喜爱 为了更好的保护这个物种 美国政府采取了许可证制度 拿到许可证的猎人只允许在自己分配的水域进行捕猎 每年捕捞的数量以及鳄鱼个头的大小都受严格的限制 以期能使这个物种能够长期的存留下去 这片水域同样盛产小龙虾 这也是K中美食重要的食材来源 这片湿地良好的生态 也为鸟类提供了丰沛的食物 眼前看到的这种鸟叫做大白鹿 它最大的特征呢 就是步行式 以及飞行当中呢 脖子收缩成S形 这种鸟类主要在水边潜水处涉水觅食 也常在水边附近的草地上慢慢行走 它主要呢 以甲壳类水生昆虫 小鱼小的蛙类蝌蚪等为食物 在行程当中呢 我们还巧遇了一窝出生的野猪 在想妈妈要食物 这片美丽的湿地景观 其实非常的脆弱 由于海水的侵蚀和海平面的上升 在整个二十世纪 路易斯安那州失去了 4800多平方公里的湿地 相当于华盛顿特区的25倍之多 在1990年到2000年间 每年的土地流失达到了66平方公里 这一流失占到了美国海岸线 湿地流失的80% 在路易斯安那州的部分地区 海岸线呢 由此向内陆推缩了52公里之多 科学家有此预言 如果这一流失速度继续下去 到2050年 整个路易斯安那州的湿地 将流失超过80%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这期节目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兴趣 就请把它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